在太行山深处的浊张河谷,龙尔山下,藏匿着一座名声不显,古朴庄重的时空之门,平顺大云院。 其中,大云院的主殿,大佛殿,是中国现存九座五代木结构的建筑之一。 正面看过去,出岩深远飘逸,斗拱简约质朴,角柱有升旗,岩柱有侧角,有着很典型的五代建筑风格。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在我们大佛殿的西侧,在我的两侧有很多的石碑和精床。 虽然已经过去一千多年,但上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。 进入大佛殿的主殿,直接映入眼帘的就是全国唯一一幅存于寺庙之中的来壁画。 壁画仅21平方米,绘质精美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。 画中最经典的部分就是维摩节与文殊菩萨变经,念到激烈讨论的时候,引来一大部分听众。 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精变图,它可以与敦煌艺术成就最高的千古杰作,维摩节相相媲美。 邦寸之间,五代辉煌月然闭上,这个春天何不前往平顺大云院,探访中国木结构古建筑的博物馆,品味那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宝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